虎扑12月29日逊据广州日报报道 前恒大足球学校校长刘江南表示 校园足球有三大作用和任务 基础工程越扎实 苗子成长得越好 今后中国足球更强大 校园足球有三大作用和任务 12月在北京召开的2020年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工作经验 校园会计充分肯定了在疫情防控转入常态化 背景下举办全国夏令营取得的显著成绩和产生的巨大影响 也寻找存在的不足与问题 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您的两次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关注和好评 能与我们分享一下发言的要点吗 刘江南校园足球有三大作用和任务 第一 这是一项足球发展的基础工程 发展校园足球是成就中国足球梦想 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基础工程 第二 这是一项理力得数人的育人工程 发展校园足球是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 第三 这是学校体育改革的探路工程 发展校园足球是深化学校体育改革 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有力抓手 现在开展的是校园足球 以后会诸扩展至校园篮球 校园排球等等 继而全面推进学校体育的改革 从2015年中央明确由教育部主管校园足球开始 校园足球在我国全面铺开 目前已有了近三万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总结出了提高校园足球治理水平的八大体系 形象的说 已经把股价搭建起来 下一步需增加肌肉 让其既大又强 我的看法是 教育部门主办校园足球以来 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续大成绩 即 12月初 全国校组办在北京召开了专题会议 全面总结了2020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下令营的情况 作为13个营区之一的中方专家组组长 我被安排进行了两次大会发言 我顶后围绕校园足球和体教融合问题 发表了基于长期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见解 我卓中谈了如下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进一步凸减下令营的展示最高水平问题 二是关于巩固和进一步发展下令营成果的问题 展示营对学生吸引力不大 今年的下令营一共分成六个营 您说的第一点 是关于展示营 刘江南举办下令营的目的在于为青少年校园足球优秀运动员提供高质量的训练 竞赛和交流平台 与往年相比 本届下令营积极打造校园足球推广普及提高的实践营 教育系统体育赛事风采营 推广普及教学训练 竞赛联赛等体系建设一次集中的展示营 国民教育体系培养优秀足球后辈人才的孵化营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足球轻讯体系的试验营 实现教育体育和社会多方优势资源共建共用共享的示范营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相比之下 展示营还稍显不足 据部分教练的反应 许多省是自治区来参加下令营的队员 不一定全都是本地区最优秀的队员 因为下令营对参加者最直接的经历就是获得相应的运动员等级证书 这对于目前仍然还在中小学就读的许多已经获得二级运动员等级级以上证书的队员来说 已经没有吸引力 已制造成这部分优秀队员缺席了全国下令营 对此 建议全国校族办认真研究 出台能够吸引最优秀的队员前来参加下令营的政策 正确保下令营能够真正展示校园足球成果的真实水平 需要建立更高级别训练营 通过各省市区和全国下令营的层层选拔 选出了该年龄段校园足球的全国最佳阵容的队员 与基本代表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的最高水平 如何巩固和发展这批优秀队员的足球水平 刘江南 这是下令营结束后我们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在校园足球的普及和推广方面 全国校族办通过近三万所特色校 近白所满天星训练营和兔石格式点线区的创建 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基本实现了发展校园足球的初衷 在近三千万名特色校的学生中也涌现了一批有较高足球技术水平的优秀足球后备人才并获得了一级运动员等级证书 甚至其中少数的最优者还进入了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梯队 但应该看到 能够真正成为中国职业超级联赛一线队或国家足球队队员的还是凤毛铃脚 在中国足球仍然落后 社会对校园足球应该并且能够担当起培养振兴中国足球重任的人才气与厚望的背景下 如何在继续加强校园足球普及和推广的同时 深入研究和探索培养全国顶尖水平的足球人才的途径和方法 成为今后校园足球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目前 校园足球高水平的训练基地仅仅限于满天新训练营 这些训练营无论在场地设施后勤保障的硬件条件 还是教练水平管理能力的软件条件 都难以满足培养高水平的全国顶尖足球人才的需要 加上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训练营选出的最佳阵容队员在夏令营结束后 将分散回到各自的学校 而不是继续以最佳阵容的形式接受经常性的训练和比赛 比赛 久而久之 他们的足球技术水平不但不能提高 反而会逐渐下降 我建议全国校图办考虑在进一步加强满天新训练营建设的基础上 建立更高级别的训练营 在确保学生文化学习不受影响的前提下 将全国夏令营选出的不同年龄段的最佳阵容队员 并且集中到训练营进行高水平的训练和比赛 继续提高他们的足球水平直至全国顶尖水平 如是之 校园足球的责任更重大 任务更繁重了 中国足球面貌会有改变 您当年参与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之初 曾说过等到麾下的学生到了当打之年 中国足球的面貌必定还有很大的改观 这个美好的愿景从现在的发展态势来看是否正在实现中 中流江南 在校园足球迅猛发展的同时 中国国家足球队的水平依然如故 因此 这让很多球迷甚至社会上都有一种声音认为 校园足球除了普及这项运动和在发现苗子之外 还应该对中国足球的振兴发挥更大的甚至是直接的作用 打一个形象的比喻 大家认为校园足球在普及足球这方面起到了苗圃的作用 目前这片苗圃已在全国各地形成并逐渐变成了森林 大家都希望在这基础上能够涌现出参天大树 我充分理解这种声音并坚信 有苗圃就会有森林 有森林也必定有参天大树 当然 这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积淀 我们应该理解球迷 理解国人对振兴中国足球的渴望 从而进一步发挥校园足球更大的作用 至于你问到的恒大足校 2012年建校时12岁的孩子 到今年20岁了 他们当中已经有少数的优秀学生已经进入恒大梯队 但是现在还是有点嫩 要多给点时间 更多的孩子 从建校至今 大概有三到四千多人 回到了园级 成了当地校园足球的骨盘 许多学生还被选进了全省乃至全国的最佳阵容 获得了二级以上运动员等级证书 这个力量对于推动中国青少年足球训练的发展 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虽然我已经离开了恒大足校 但是在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方面 我认为恒大还是走在前列的 目前已经有近百名优秀苗子在西班牙分校接受更高层次的科学训练 我真诚的希望这批孩子陆陆续续到了当打之年 中国足球面貌也会逐渐发生很大的改观能否梦想成真 我们拭目以待吧 梅西C罗都有高中毕业证书 你曾经走访多个欧洲足球豪门 欧洲的足球苗子 是如何平衡训练和文化课学习的 刘江南 我再次强调 千万不要认为踢足球可以没有文化 我曾经访问过诸多的欧洲著名足球俱乐部和他们的精训营并与教练员运动员管理人员深入交流 其中包括黄马巴萨拜仁慕尼黑阿贾克斯尤文图斯西班牙人本菲卡欧塞尔等等 在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经验上 除了科学训练之外 他们对每个队员的文化学习要求之高 管理之言 大大出乎我的想象 在巴萨的拉玛西亚清训营 要求队员每天不少于七个小时的文化学习 晚上和周末都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做作业或补习所缺的课程 外出比赛超过四个工作日 文化课教师要跟对前往 他们把确保孩子们的文化学习上升到法律保障 提出谁不让孩子们读书 谁就是犯法 在这种人才培养的环境下 梅西西罗都是正规获得高中毕业证书的 他们广泛认同如果缺乏文化知识 即使这个运动员获得了好成绩 最终也很可能昙花一现